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使命 超级战士 为荣誉而战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超级战士节目 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大家陆续带来了 尖兵2010北京军区基础训练大比武部分专业的比武竞赛 其中有军交运输专业 卫生兵专业和装甲兵专业 这一场场紧张激烈的比武竞赛 为我们上演了太多的精彩瞬间 同时我们也见识到了参加本次北京军区大比武 来自各个单位的精兵强将 见证了每一次冠军的诞生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认识一个非常特殊 有极具神秘色彩的兵种 这就是防化兵 防化兵有观测 侦查 化验 烹火 发烟等专业组成 其主要任务是指导部队对核武器 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群众性帮户 实施核观测和化学辐射侦查 实施计量沾染检查 实施消毒和消除沾染 组织实施烟幕保障 并以喷火封队直接配合步兵战斗 在本期超级战士节目当中 我们就将更为深入地认识这样一个神秘的兵种 此次北京军区基础训练大比武防化兵专业的比武竞赛 分为侦查 观测 化验和喷火四个专业 参加此次比赛的66393部队 66267部队 66455部队 及北京军区卫戍区都经过了严格的内部层层选拔 并派出每个专业的前三名队员参加此次比武竞赛 角逐四个专业的金牌 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在 素有万岁军之称的66393部队 一同来见证这支部队的防化精英们 在比赛当中的精湛表现 经过66393部队的内部选拔 成绩排到前三名的这三位队员 将代表66393部队参加第二天进行的防化兵侦查专业的比赛 张义 少尉 66393部队内部选拔第一名 素质全面 敢于挑战 李鹏 中士 66393部队内部选拔第二名 头脑冷静 敢于挑战 严复国 中士 66393部队内部选拔的第三名 心态沉稳 鸡鸣果敢 在这三名队员当中 年纪最轻的严复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因为他其实是66393部队内部选拔的第四名 作为替补队员一同来到北京军区参加集训 由于在集训过程中成绩提高最快 所以教练员将他从替补位置调入正式参赛名单 坎坷的参赛经历 相信严复国一定会非常珍惜这一次参赛机会 经历了近半年的准备时间 作为防华兵第一个比赛的侦察专业 三名年轻的参赛队员 能否在强手如鳞的比赛中 为66393部队争到荣誉 让我们一同期待着他们赛场上的表现 防华侦察专业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我们的裁判员和保障人员 正在对场地做最后的检查 这场比赛共分两部分 首先是对人员车辆沾染进行检查 然后是应用侦读 也就是说前面检查的是各种放射员 而后面检查的是各种军用毒计 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来自四个单位的12名参赛队员 已经抽签完毕 并等待上场比赛 严复国抽到了三号钱 在严复国的眼中 能够有资格参加这次高水平较量的技能尖兵 都和他一样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努力 也都希望通过这次意义非凡的比武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 都是争夺这防化专业的首枚金牌 而即将率先上场比赛的一号二号队员 就是来自北京卫戍区的两名实力强劲的对手 李辉健 他是12名参赛队员中唯一一位干部 实力不容小气 宋俊奎是北京卫戍区内部选拔的第三名 两名来自同一单位的战友将同场竞技 觉得第一组上场对你们来说是压力呢还是动力 压力也有但是动力也有 我们目标就是争第一去的 希望今天都能够取得名次 我也这么想了 两名实力强劲的对手表现得信心十足 这使得坐在一旁的严富国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我现在宣布一下我们考场的纪律 首先我们所有拆散的选手一律面向北 不允许在别人参赛期间有转体向南或者偷看比赛的行为 凡事一经发现以作弊论处 完毕 黄花冰侦查专业比赛规则 12名参赛队员根据抽签顺序上场比赛 比赛分为两个科目 首先是对人员和车辆放射性物质沾染检查 要求参赛队员使用探测器连续对模拟人和车辆实施检查 并找出沾染部位 模拟人附设三处沾染检 车辆附设五处沾染检 每多报或少报一处扣11分 总分100分 限时起分30秒内完成作业 第二个科目 应用针图 要求参赛队员按规定 穿戴防毒仪及防毒面具 并使用针图器 针检五个军用毒剂头方便 辨别出五种不同的军用毒剂 比赛限时12分钟 每针检错误一处 扣21分 满分100分 最后综合两个环节得分 若出现分数相同 用时较短者优胜 最终还在第一位的队员 将获得防化兵侦察专业的金牌 作为唯一一位 以干部身份参加比赛的队员 李辉健将是严富国 争夺冠军的强大对手 一同来看他的表现 本关比赛第一个环节 是对人员放射性物质沾染检查 要求参赛队员 在不接触人员的前提下 准确找出三处沾染部位 并根据仪器的报警因 判定准确位置 接下来对于车辆沾染检查 则更具有难度 因为车辆节骨较为复杂 且设有五处放射性物质沾染地 所以参赛队员必须要进行 谨慎严密并且有条理的搜索 才能避免遗漏目标 根据比赛要求 参赛队员必须要在7分30秒之内 完成对于人员和车辆沾染检查 虽然这一时间限制 对于任何一名队员来说 都是富富有余的 但想要获得名字 就必须在比赛用时上占据优势 第二个环节应用侦读 首先要考验队员们 穿戴防毒衣及防毒面具的严密性 因为防化侦查专业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经常要深入染毒区 所以严谨的自我防护意识 也是防化专业最基础的考核科目 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考验 各个单位的这些防滑精英 应用侦读这一环节 一共设置了五种不同的军用毒机 由于五种军用毒机的投放点 间距25米 队员们为了节约比赛用时 慢慢都会拼尽全力冲刺 再加上参赛队员 要在摄氏35度的闷热环境下 全身防护进行作业 种种因素无疑 又对参赛队员的体能 提出了相当高的邀请 比赛场上的李维健和宋俊奎 并没有受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表现 但自北京卫戍区的这两名队员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出现扣分或超时的情况 看来年轻的严富国 想要在这次强收奴隶的比武中复的名字 并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挑战 今天出了三号签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三号签是比较有力的一个 这个送局吧 所以我感觉还是比较送力的 我想一句话 副主中有回报吧 我想你应该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比赛前表现轻松的演出 将与来自66455部队的年轻队员 张宏斌同场经济 两名年轻的队员都希望在赛场上 展现出自己极致已久的实力 我是第三号上场的 第三和第四 我在第四号队伍 已经上场 对他也比较了解 他是他们那个本单位的第三名 我也是第三名 说说就没有太大压力 两名队员同场经济 自然不在比赛勇实和领导表现上有个比较 但是严复不清楚 战胜一个对手是源源不多的 他从一名66393部队的替补队员 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才争取到了现在的参赛机会 我们知道 他的目标 源源不击 别让他人 走走 我给你 比赛场上的严复国 保持着沉稳的心态 准确找出人员身上的三处沾染地 在这个战场当中 发挥自己的材质也好 自己的平时训练的经验也好 方法 感觉到他就是和我们平时训练不一样 多时候有点有些粗误 各种相信自己 也相信我们平时训练的一些技能 就是很坚定 严复国领先与同场比赛的对手 进入到车辆沾染检查的环境 由于车辆上设有五处沾染地 所以严复国在搜索的过程中 表现的极为谨慎稀致 人员三个点 车辆五个点 都找到了 而且车达非常准 而且接下来之后 自己的心态就更好 更兴奉 干这 前两个环节的出色发挥 让严复国越来越兴奋 进入到应用争图这一环节时 已经领先与同场竞技的对手 两分秒的时间 看到严复国如此精湛的表现 我们不禁想问 到底是一份多么强大的力量 一路推动他前行 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一路支撑着他不断去完成自我超运 一个人的一种精神 永远持着自己 就是超越超越超越 不断地超越自己 第二个就是善意学习 毕竟自己是替护队员 后部队员 那么要成为政策队员就要学习 流行出入式学问 各个方面不足的 自己不足的尽量弥补 如果别人训练一次 那自己就要加倍 十倍五倍 别人休息 自己还得训练 所以才能自己一步一步地提高 应用争夺的环节 严妇国已经领先于之前上场的两名队员 但是目前还有八名实力强大的队员没有上场 此时的严妇国还没有到放松的时刻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严妇国的两名战友 同样代表66393部队参加比赛的张义和李鹏 又在比赛中发挥出了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 其他来自66267部队和66455部队的六名队员 虽然平均年龄都较小 实力却非常强劲 这使得整场比赛精彩分成 每个单位的参赛队员都展现出了 各自集团军的优良传统和军事素质 比赛历时四个小时 进行到下午六点钟才宣告结束 由于平衡规则要求的非常细致 所以秉承着公正严肃的仲裁组成员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统计最终的成绩 我们这个中级组织都不错的 因为军区专门做了一个规章制度 自己测 中级组织我们每个场地都一样 比较正规 财产选手也是很努力 我们裁判也是非常公正 现在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结果出来了 可能有就出金牌了 好的 今天马上金牌就会出来吗 等出了结果就能有金牌 好的谢谢您啊 此次军兵2010防化侦察专业的比赛 在仲裁组有条不紊的组织下 进行的非常顺利 充分体现出了本次比赛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全部完成比赛的12名队员都在焦急等待着自己的比赛结果 严妇国也将很快得知自己的成绩 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本职岗位一步步拼搏到现在 所以最后的结果不但是对他们各自部队的交代 更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而此时等待结果的时间 似乎也变得愈加漫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六块金牌已经收入囊中 郑伟和我们集团军的同志都非常高兴 今天这块金牌才是刚刚开始 你们方块还有几块? 还有两块 不说六块都收入囊中 起码再收入个三四块回来 这时候大家国语进展 搞不好金牌就丢失了 丢失也没关系 我们不批评你们一句 你们能够走到这里来 都已经证明了 你们是我们的训练前子 所以比赛失授 金牌丢失 对吧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我也希望大家拿更多的金牌 谢谢大家 集团军领导的讲话 无论对于严复国还是那些在赛场上失利的队员来说都是一种鼓励 而对于即将上场比赛的队员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 相信在这种鼓舞下 66393部队的防化专业一定还会收获更多的容易 拿过来之后反而让自己感觉压力更大 因为战斗力要想提升 必须从每个战士专业技能上也有所提高 所以利用世界自身的优点带来更多的战士 而我干也好 爱也好 而且专业好 更有精神好 把我们的专业变得更精神更好 从一名普通的防化战士到报名参加选拔 从一名候补队员到正式队员 从昨天的艰苦训练到今天获得金牌 刚刚才为六个月的拼搏努力 画下完美句点的严复国 已经将这枚金牌永远的留在了昨天 将准备向下一个人生目标进发 简单热闹的颁奖仪式结束后 即将代表66393部队参加第二天防化兵 观测专业比赛的三名队员来到了会议室 进行比赛前的最后一次总结 首先让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三名年轻的参赛队员 于海亮下士 他坚信自己有绝对的实力 为66393部队争得荣誉 施索敏上等兵 他将以66393部队内部选拔第一名的实力挑战对手 刘晓甲中士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战友严复国一样 勇夺金牌 开赛前的最后一次小会议 我们能够感受到此刻三名年轻队员身上 所背负的巨大压力 因为我们一直在迎接他们 当时我们其实听到消息后 就我们防化这个专业的人已经都是特别激动 当时确实非常非常激动 就感觉那种氛围下就出来了 当时他们回来以后 其实我们特别激动 在激动的条件下 我们连长当时的 你们不要看这个 他们不让我们出来迎接他们 就是怕我们紧张 因为马上第二天早上就要比赛了 因为当时没办法调整 当时我们还是特别想出来迎接他们 当时迎接完 我们就三个人就来那说 希望明天自己也能回来 有这种颠炮 然后大家欢迎 占有严富国的立功受奖 给三名队员带来了巨大压力 希望他们能够将这种压力转化成动力 在防化兵观测专业的比赛中 取得优异的成绩 防化兵观测专业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这里呢就是比赛场地 那整场比赛分三个环节 首先是防护和GPS的操作 然后呢是观测仪展开 最后利用观测仪进行测距 防化兵观测专业比赛规则 12名参赛队员按抽签顺序上场比赛 比赛共分为三个客户 首先是考验队员们 穿戴防护用具的严密性 及GPS定位接收机的操作 要求参赛队员在穿戴好防护用具后 防返分析100米距离 然后使用GPS定位接收机 测定并记录下该地坐标和高层值 比赛限时两分钟 防毒液出现防护不牢靠 每处扣三分 坐标所高层值记录错误 各扣11分 总分100分 第二个环节 外观景象观测仪展开 主要考验队员们徒手架设外观景象观测仪的能力 比赛限时1分30秒 三脚架或观测仪为调制水平各扣5分和41分 满分100分 最后利用外观景象观测仪进行测距 要求参赛队员准确测量出50米至400米内的4个目标点距离 比赛限时30秒 距离测量错 一个点扣21分 满分100分 最后综合三个环节得分 如出现分数相同 用时较短者优胜 最终排名第一的队员将获得防滑兵观测专业的金牌 12名参赛队员抽签完毕 代表66393部队参加比赛的施索米 抽到了1号上场 希望他能够克服第一个上场的压力 并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比赛的第一个环节 使考验队员们穿戴防护用具的严密性 及GPS定位接收机的操作 在之前侦查专业的比赛中 也有考验队员穿戴防毒衣及防毒面具的环节 可见穿戴防护用具这一课目 在防化专业的重要性 而这也是一项非常讲究熟练性 细致性和严密性的考核内容 参赛队员必须要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 细致有条理的密封好每一处密合口 穿防护起来就是一个熟练身脚 就你每天不停地穿 练到每个动作一步到尾 穿戴完毕后 参赛队员要往返奔袭100米距离 奔袭的过程中 如果动作幅度过大 就很容易造成防毒服防护不严密的现象 所以施索敏并没有全力冲刺 而是采用温中球数的战术 最后参赛队员要应用GPS接收机 测出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和高层值 此时 石索敏必须要调整好快速分析导致的呼吸急促 迅速记录好所测定出的数值 第二个科目是外观景象观测仪的展开 这一科目的难点就在于 调整三角架和外观景象观测仪的水平值 也是为下一步的测距做好准备 因为平时咱们在利用外观景象观测仪测距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超过30秒 我就感觉今天必须得拿名次了 心里那时候就特别自信 当裁判介绍完50米至400米范围内的 四个目标杆位之后 石索敏开始按顺序测询 但当他测完第二个目标时 他却反转观测仪 重新测量第一个目标 当时是在想 到底是估一下第一个点 还是后来再打印 但是如果说是 点的错误跟时间来比的话 肯定是 如果说你这个点错了 那就一点希望没有了 石索敏看错了第一处目标杆 出现了失误 重新测距严重拖延了比赛用时 裁判就给你介绍完四个点的时候 就问你是否清楚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感觉自己特别自信 就大张说了一句 明白 明白 然后结果 最后参赛队员 要将自己测量的地理坐标 和高层值填写在报告单上 石索敏由于过度紧张 在最后关头出现了失误 虽然尽最大努力进行补救 但却牺牲了宝贵的比赛用时 石索敏的发挥失常 给接下来上场的战友刘小甲 又增添了一份额外的压力 但是最后一项目 我看到失误了 因为我相关这个人 我也拿那个 你要不要给他抢时间 但是看完那失误了 我就特别着急 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连队出来的 我感觉这个重担就 我在我自己肩上 当时就一下就感觉压力不上了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礼物 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如此巨大的重任 年轻的刘小甲 必须要克服占有实力 造成的心理压力 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意识到这一点的刘小甲 在进行全身防护时 每个动作都做到了一步到位 并着重于胸襟 袖口和每一条粘袋的密合程度 因为如果在接下来的 奔袭过程中出现开口现象 就会导致每处扣掉三分的后果 而一旦被扣掉分数 也会导致接下来的比赛 将会更加天难 刘小甲放大步子 拼进全力冲刺 接下来 当他完成GPS接收机操作后 裁判将对刘小甲 全身防护的严密性进行检查 第一个自己太紧张了 然后一个特别想 特别想快 也许动作做得太大 然后底下就开了一个大 根据比赛规则 这一数将扣掉三分 而在这样的比赛中 每一分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是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 在看这个时间 当时我感觉 因为我毕竟扣分了 我也不能再想 其他两个一点分都不能扣了 赛扣根本就没有机会 这还保留了一点点 希望也许能拿个名字 在代表66393部队参加本关比赛的三个人当中 刘小甲在战友失所敏发挥失常的情况下 第二个上场比赛 虽然还有一名战友于海亮没有上场 但强烈的团队意识 使得刘小甲给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邀请 三个人参加比赛的目的 就是为自己的部队争夺荣誉 所以每个人必须发挥出全部实力 刘小甲在扣掉三分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顺利完成外观景象观测仪展开这一刻 完美无缺的表现 给接下来上场的队友树立了标杆 渐渐进入比赛状态的刘小甲 对于最后一个刻有信心被增 比赛没到最后一刻就绝不能放纵 刘小甲的动作简洁立了 争抢宝贵的比赛用事 因为在这种强柔独立的比赛当中 能否拿到名词 可能就取决于微秒之间 好 相较于其他专业的参赛队员 本关比赛的12名队员普遍年龄较急 都没有参加过大型比武的行业 所以在刘小甲之后比赛的各个部队的参赛队员 66393部队三名队员争夺金牌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了最后第12个上场的于海亮身上 为66393部队争夺荣誉的压力 落在了于海亮一个人身上 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 和两位战友的相继发挥欠佳 年轻的于海亮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比赛开始后 于海亮用最简洁的动作穿戴防毒用具 要知道 穿戴防毒液及防毒面具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所有的参赛队员 都是经过趁白上千次的练习 才达到现在这样的速度 于海亮在这一环节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在外观景象观测仪架设设计 于海亮无论是仪器的架设速度 还是水平值的调节 都做到了一步到位 但前两个环节 其实是于海亮赛前最没有把握的科目 前两个科目 我还有点担心 说是防护不严 或者是仪器架设训续出点问题 结果都很平稳的下来 而且时间也不慢 然后第三个科目 我感觉就相当于那时候的性情就是说 这个第一已经是我的了 此时此刻 于海亮是66393部队争夺这枚金牌的唯一希望 而在他身上 也背负着之前上场的战友 刘小甲和石索敏奋斗了六个多月 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三个人能否达成此行的目的 能否为66393部队的防化专业 再夺下第二枚金牌 最后一个科目 于海亮只要顺利完成比赛 就绝对有机会争夺这一枚金牌 看过去以后我感觉仪器有点晃 然后打到第三个点以后 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就是我可能第二个点打错了 我要同打一遍 于海亮竟然在最后关头出现了怀疑自己的现象 而就在于海亮观测完毕 并填写报告单时 他才意识到 自己第一遍观测的数据才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科目 于海亮不但耽误了时间 还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失误 但是第一感觉就是 感觉自己太不相信自己了 因为第一次打对了 然后 就是感觉没有相信自己的眼睛 根据比赛规则 于海亮测量错误一个目标 将被扣掉21分 这样的成绩 很难在众多强手当中脱颖而出 虽然最终的比赛成绩还没有公布 但是三名队员已经彻底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 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 他们更多的是表现出对于自己的灰心和懊悔 虽然没能为66393部队争夺到第二枚金牌 但是胜败乃兵家尝试 只有在失败中不断积累经验 才能在以后的工作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做得更为出色 而在第二天进行的防化兵化验专业的比赛中 代表66393部队参加比赛的三名队员 在近35度的闷热环境下 相继完成了需要在防化车进行的化验专业比赛 但是经过仲裁组最终的裁决 66393部队再一次与金牌失之交臂 尽管三名队员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却还是没能战胜其他单位的抢手 遗憾地结束了此次夺金之旅 连续丢掉两枚金牌的66393部队 只能将全部的希望寄错在 接下来烹火专业的参赛队员身上 而这也是本次防化专业比赛的最后一枚金牌 代表66393部队参加防化兵烹火专业比赛的 同样是三名非常年轻的队员 陈森林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武竞赛的他 充满期待 王旭对于自己的实力充满自信 希望能够在赛场上一展所长 冯德新一向沉稳冷静的他 期待着在赛场上与各部队的强者一笔高下 66393部队防化专业在前两场比赛的相继势力 使得这最后一枚防化金牌尤为珍贵 三名年轻的参赛队员能否一艘防化专业的颓势 为66393部队摘天一枚金牌 我们一同期待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 防化兵喷火专业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的共分两部分 首先是单兵火箭射击 然后呢是喷火器的应用 那么看我们的比赛场地 今天呢有横向的阵风 据裁判说可能会对火焰喷射的准确度 有一定的影响 这对我们选手的临场发挥 他们的处置能力呢也是一场考验 昨天我们采访的三位选手 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防化兵喷火专业比赛规则 12名参赛队员按抽签顺序上场比赛 比赛分为两个课目 首先是单兵火箭射击 参赛队员需则逐逐逐选择 射击燃烧弹或烟雾弹 并采用沃姿和柜姿 射击目标把中心20×40厘米近方的模拟发射孔 目标把距离射击地线100米 比赛限时1分30秒 为命中模拟发射孔 每个扣11分 满分100分 第二个客户应用分 要求参赛队员使用烹火器 并采用沃姿和柜姿 对相距40米外的目标实施两次烹火 比赛限时1分钟 一个目标未明中 扣11分 满分100分 最后综合两个环节得分 如出现分数相同 用时较短者优胜 最终排名第一的队员 将获得防满冰烹火专业的金牌 比赛当天气温高达34摄氏度 而比赛场地横向的阵风 将直接影响到队员们在单兵火箭射击这一环节的角色 因为参赛队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射击燃烧弹或烟雾弹 根据抽签 代表66393部队参加比赛的王旭率先上场比赛 比赛所使用的62单兵火箭的有效杀伤距比是1000米左右 不但可以对击点撞目标进行有效杀伤 还能够配合分队进行战术行动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在平时的训练中 身高较占优势的王旭能够较好地控制单兵火箭强大的后座力 对于这一环节来说 王旭信心十足 相对于步枪举击枪 单兵火箭因为它速度特别慢 速度只有每秒123米 如果你激发那一瞬间稍微有点偏差 就会使战斗脸偏很大 参赛队员首先要采用握手设计 意外意外的目标吧 王旭郑重霸击 因为我用的是燃烧弹 第一发打完以后把它全是火 因为在瞄准的话 它那个瞄准点它就看不到 只能靠平时机里的经验来修正 北菜畅层的王旭始终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心态 接下来采用柜子设计 王旭同样发挥出色 这一环节得到了满分 喷火这个应该平时训练 还是比较扎实的 喷火应该没做到问题 我心心还是比较足的 接下来的应用喷火 是最考验心理素质和技巧的特务 比赛所用喷火器的有效杀伤距离有40米长 杀伤力十分强大 但在激发的一瞬间 却伴随着65公斤的后坐力 这就要求参赛队员必须具备稳固巨枪的能力 否则很容易出现火道连力发心的现象 它这个后坐力是持续至少有0.3秒左右 如果坚持不好的话 这个火道容易散 就更难免得把心 王旭很好地控制住了 持续0.3秒的后坐力 发挥的非常出色 接下来采用柜子进行喷火 则需要更为稳固的巨枪 因为在实战当中烹火器 主要用于对敌碉堡 洞穴 献毫当中的有声力量 或面状进攻的护兵进行有效杀伤 要求烹火手必须素质过硬 王旭以全部命中的优异成绩 顺利完成比赛 占有王旭的完美表现 给接下来上场比赛的陈森林增添了信心 而他同样选择了射击燃烧弹 因为烟火弹打出去之后 烟火弹比较大 如果说它即使散不开的话 就会影响第二发的射击时间 所以就选择燃烧弹 比赛设置的目标靶中心位置 模拟了实战当中 20x40厘米见方的矩形发射孔 只有弹着点落在模拟发射孔的范围之内 参赛队员才能够得到满分 陈森林的第一次激发 弹着点精准地落在目标靶的正中心 陈森林两次激发 全部命中靶心 一开始打了两发燃烧弹 打两发都打得比较好 感觉心里面特别的畅快 然后也比较高兴 我们那个喷火吧 那个厚重力就是比较大130斤 因为它是一瞬间的劲 如果力量或者这个手臂的劲不够大的话 就是那个枪压不住 它容易跳 尽管身材较为瘦小的陈森林 用尽全力去稳固巨枪 但强大的后座力 还是使得陈森林第一次喷火 偏离了把心 最后一次激发 将它用锅子喷火 陈森林必须要稳定好喷火器 平常就是说打那个柜子 还是打得比较稳的 就是比较顿的 就是说当时就没有多想 没有接着调整它 所以就操成这个原因 然后第二枪也跑偏了 由于没能控制好喷火器 65公斤的后座力 陈森林两次喷火都出现了失误 接下来上场的是 一趟三个单位的队员 也有因为身材较为瘦小 而在喷火环节 出现火道偏离把心的情况 但在单兵火箭这一环节中 所有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丑色 几乎全部命中把心 第二 就在11名上场队员完成比赛后 仍然没有一名队员的成绩 超越第一个上场的汪水 而接下来最后一个上场的 同样是来自66393部队的 蒙德西 这就意味着 66393部队 已经稳稳拿到了这广化专业的最后一枚金牌 最后出场的冯德新 现在唯一的对手 就是自己的战友王石 战胜汤 自己就将夺得这枚宝贵的金牌 冯德新 要为证明自己的实力而战 今天这个风向因为是斜风 烟不会追向自己 这样的话 看得瞄准眼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燃烧弹的话 打在目标点上有一队团火 但是这个火比较大 影响这个第二发弹的射击 所以我选到了烟雾弹 大部分原本擅长烟雾弹设计的选手 在阵风的影响下 该选燃烧弹 而冯德新 却在最后一个出场的压力下 依然选择了自己擅长的烟雾弹 我当时一击发的时候 感觉这个枪 举枪比较稳 从我自身的感觉来开始比较准 沃兹设计 冯德新郑重发击 接下来 他将以瑞兹设计一百米外的同意目标吧 两发烟雾弹全部命中 这一环节 冯德新稳稳拿到了满分 因为我打中了两发以后 没感觉到特别高兴 因为我还有两次盘火还没有打 行白了一半就是嘛 所以我都要盘火的时候 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情 烟雾弹射击这一环节的出色表现 并没有让冯德新有丝毫的同心 他知道 接下来的应用喷火 他是真正检验心理素质和军事技能的客户 同时也是自己能够 与排名第一的战友王旭 争夺金牌的关键时刻 因为只有和王旭一样拿到满分 才能够在比赛用时上预知竞争 经历了无数次训练 锻造出的两名技能监兵 同样渴望这防华专业的最后一枚金牌 没打每一发弹的时候 我要从零开始 因为平时训练嘛 会有比较扎实的话 然后肯定要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发过去了 如果你紧张别人想多了 可能对具强瞄准激发产生一定的影响 冯德鲜同样以满分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但他能否超越自己的战友王旭 拿到这枚金牌 还要看裁判最后的计时结果 两人最终的比赛成绩 王旭总用时1分09秒 冯德鲜总用时1分05秒 沉稳果断的冯德鲜 最终战胜了自己的战友 获得了防化兵喷火专业的金牌 这次参加军区比武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我自身心里非常高兴 感谢我们领导 关心和战友们支持与帮助 非常感谢我们教导员的严格训练和耐心指导 通过这次比武竞在我学到了很多 也为我以后的工作训练指定了方向 我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工作训练 使自己的军力之路越走越快 在历时四天的 尖兵2010北京军区大比武防化兵的比赛中 66393部队各个专业的防化精英 在四个专业的比赛中 夺得了两个冠军 这一场场精彩尊重的比武竞赛中 有刻骨铭心的心硬子一眼 有精心动魄的精彩瞬间 更有耐人寻味的成长故事 十一时他们从容淡定 痛定自从 困境中他们直满而上 越挫越扭 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 相信这样一次意义重大的比武竞赛 一定会为他们的无悔青春 增添一抹鲜艳的色彩 通过今天的节目 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 第一次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了防化兵 同时我们也在一场场紧张激烈的比武竞赛当中 记住了每一位来自66393部队的防化精英 与他们一同经历了失忆时的痛苦 同时也见证了他们获得荣誉时的喜悦 好观众朋友们 这期的超级战士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